查拉图斯特拉三十岁就到山中去隐居 孤独地思考着真理 只有象征高傲的鹰和象征智慧的蛇 作为宠物陪着他 四十岁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状态很OK很充实 于是呢便准备下山 想要把自己的智慧和思想赠送给世人 他首先在森林里遇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圣人 这位老先生劝他不要到人间去 留在森林里赞美上帝 查拉图斯特拉拒绝了老圣人的提议 他觉得对方在森林里待得太久 不知道上帝已经死了 这也是上帝死了这个概念 第一次在本书中出现 查拉图斯特拉随后去到一个镇上 向人们宣讲他的超人哲学 在这里他提出了自己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 人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人是动物与超人之间的桥梁 人需要超越自己 向超人的方向完成过度 他鼓吹新的价值观 宣扬斗争的精神 宣扬民族主义 认为灵魂是肉体的一部分 他反对基督教向往彼岸的观念 认为这是厌世的 他号召大家在现世中充满热情与活力的生活 查拉图斯特拉说 耶稣很高贵 但去世的时候还是一个不够成熟的青年 还没有学会生存和热爱大地 可是查拉图斯特拉的话不被人理解 于是他决定离开自己的弟子们 回到山里去 他说他希望人们找到自己独立的人格 那时候他会回到他们的身边 以上是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下山传教的经历 他回到山中以后 又孤独地度过了许多的岁月 直到有一天 他梦见自己的教义在人间被歪曲 为了拯救自己的弟子 他再次下山 这一次他前往一个叫幸福岛的地方传教 在那里 他对各种类型的现代人进行了批判 他批判基督教的上帝 他说上帝是一种猜想 但人只能思考自己思想范围之内的事 怎么可能思考出一个 全知全能的上帝来呢 如果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 人类就无法创造和改变世界了 查拉图斯特拉批判同情者和同情心 他认为同情他人的本质 是把对方当作了弱者 同情者的本质 是从对方的羞愧中找到快感 他说 对于自己所爱的人 不应当同情他 而应当锻炼他 促使他提高 这才是真正的爱 这时 查拉图斯特拉再次提到上帝死了 他说 魔鬼告诉他 上帝是因为同情世人而死 查拉图斯特拉批判教士和教会 说他们背弃生命 否定生存的意义 他批判各种所谓有道德的人 说这些人用各种方式 赢赢狗狗 却将道德作为武器来攻击他人 在这里 他表达的意思和孔子的 相怨 德之贼也 很接近 他批判贱民 这里的贱民说的不是底层人民 而是指卑鄙 虚伪 懦弱的人格卑贱者 和所谓的群盟 这里的群盟 是群众的群 流氓的盟 此处念盟 我们指那些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识 跟随着大众人云亦云的人 这样的人 一般不会犯下什么重大的罪行 可一旦他们聚集起来 成了群盟 往往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此外 群盟还总是妒忌和排挤优秀的人物 因为这些人的品行和自己完全不一样 举个例子 在杰克伦敦的著名小说 《马丁一登》中 就有各种形象鲜明的贱民轮番登场 最终逼得主角对生命失去信心 投海自尽 查拉图斯特拉还批判了政客 学者 诗人和预言者 他说政客和意见领袖们只会讨好大众 学者们总是坐在桌子边研究文献 进行考据 程序很多 但生命力很少 诗人们懂得东西太少 却总是要说话 所以不仅肤浅 而且总是撒谎 这时 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 进行了自嘲 他说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个诗人啊 诗人这些糟糕的毛病 我自己身上也存在 也需要超越啊 至于预言者 他们同样是厌世的代言人 否定生存的意义 只会给人类带来疲倦和悲哀 尼采批判预言者 主要是在批判舒本华 在传道的过程当中 查拉图斯特拉本人 也在不断地成长和自我超越 他心中有一种思想逐渐成熟 一个无声的声音叫他说出来 但他不愿意 因为他的思想虽然已经成熟 但他本人还不够成熟 无法承受自己的思想 所以他再次离开自己的信徒 踏上归途 这种逐渐成熟的思想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尼采的核心思想 永恒回归 我们后面还会专门讲到 刚才我们分享了查拉图斯特拉 第二次下山传道的经历 在这个过程中 他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 所以又乘船离开了幸福岛 踏上了返回山中的旅途 途中 查拉图斯特拉 预感到了永恒回归即将降临 但是他在攀登这伟大高峰之前 必须从最低处 也就是大海出发 开始自己的终极旅程 他赞美勇气 要求体会并战胜 人生的苦痛和绝望感 但肩膀上出现了一个 代表厌世 虚无和重压的诸如魔鬼 说超越不过是自欺欺人 查拉图斯特拉痛骂他 表示将鼓起勇气 将虚无和厌世的思想 转变成求生的意志 在海上 查拉图斯特拉赞美日出之前 纯净的天空 歌颂人的欲望是神圣的 他反对理性主义 认为世界的运行 并不是服从于 所谓理性的法则 而恰恰是因为 非理性的活动 才实现了生命的飞跃 下船踏上陆地之后 查拉图斯特拉 没有直接回山 他在民间到处兜兜转转 打听现代存在的 各种现象和问题 他悲伤的痛斥 现代的一切都变得渺小了 他说 现代缺乏男性 导致女性变得男性化 他说 现代存在一种 最邪恶的伪善 统治者竟然自称 服务者或公仆 他说 现代人追求的幸福 就像苍蝇一样 只要不被伤害 就什么都可以 他说 现代人太温顺 从狼变成了狗 老师们也只会教人顺从 他愤怒地咒骂 这些变小的现代人 会越来越小 最终导致灭亡 他激烈地呼吁 现代人要先爱自己 别去奢谈什么爱身边的人 他说 爱自己就要超越自己 所以必须蔑视现在的自己 随后 查拉图斯特拉 又批判了现代的城市文化 他讽刺金钱社会 改写了一句谚语说 谋士在政客 城市在商人 指出 现代政治 其实受着资本的挟持和控制 查拉图斯特拉路过第一次下山时经过的镇子 发现好些听从他劝诫 放弃了基督教的年轻人 又重新信基督教了 他毫不留情地讽刺他们 说他们曾经像飞蛾扑火一样追求自由 如今却变成了胆小鬼 变成了平凡 多余的大多数 他再次严厉地批判基督教 说上帝是一位内心充满嫉妒的神 回到山中 查拉图斯特拉继续痛骂山下的人类社会 并且赞美孤独 他提倡新的价值观 重新评估了三件人类社会一项反对的恶行 肉欲 统治欲和自私自利 他认为社会赞美禁欲而批判肉欲 但肉欲可能导致生孩子 未来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是踏上超越之路的重要途径 统治欲对卑贱者来说是可怕的 但哪怕是哲学家也存在统治欲 因为他们总是向人类承诺幸福 而尊贵者如果追求统治 其实是委屈了自己来教育民众 使他们得以提高 至于自私自利 查拉图斯特拉将他称为健全和神圣的 他说只有教士 厌世者 女性化者和充满奴性的人 才会攻击自私自利而要求无私 之后查拉图斯特拉再次回击了他的宿敌 重压之魔 后者反对一切自由 导致人类沉重的生活 查拉图斯特拉宣扬自主的精神 渴望攀登和飞翔 他说他不靠别人的命令 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 因为道路本来是没有的 这段话大家是不是会感到很熟悉呢 鲁迅的著名小说 故乡就是这样结尾的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这大概是对尼采明具的一次成功的画用 随着查拉图斯特拉对旧道德的一次次批判 对新道德的一次次宣扬 他永恒回归的思想 真正成熟了 他写出热情洋溢的诗篇 高唱生命之歌 也就是永恒回归之歌 刚才我们分享了查拉图斯特拉行走人间 并最终唱出永恒回归之歌的经历 本来呢 这本书到这里就已经写完了 查拉图斯特拉的求道经历已经完整 上帝死了 超人和永恒回归三个核心概念 也都已经被提出和阐释 但是尼采后来又续写了一部分内容 作为本书的真正结尾 在这部分内容中 八位高手先后登场 给查拉图斯特拉带来了最后的诱惑 这诱惑是